石头刚给它切了一刀了啊 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 来那位刚才一刀下去 没时的瞬间啊 这个切开的话 它中间啊出现了一坨黑色 然后底下这一条就是链 然后这边是有手镯味啊 好我们给它取料做手镯 这条链还是很大 还有这边也是集结把它轻轻的一磕 把它磕开 因为有大裂的先把大裂给它去除嘛 现在留下来的就是精品了 我们给它出手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镯 刚套出来 然后这里有一点黑花 要给它毙掉 因为整个石头都是这么白的 然后你有这一点的话就没意思了 因为有这么厚嘛 给它切掉这一点 手镯已经做好了 抛好光了 前面有一段忘记拍了 就是在这里打磨成型的时候 因为一个人工作 一个人还要拍摄 所以有时候忙着忙着又搞忘了 我们看一下成品的效果 还是那么白 然后玛瑙它的硬度也很高的 这个光泽也是非常高啊 因为只有越硬的石头 你抛光才能出越高的光啊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玩玛瑙的啊 因为我个人觉得它做出来的物件啊 还是很精美的 不管是光泽还是幼稚啊 它都达到很高的级别 好 每天一定分享美食啊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的话 请关注小哥了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啊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